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同事 我今天發言的主題是 關注通脹、保居民生活 根據澳門統計器普查局公布的 2013年9月消費物價指數顯示 今年9月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125.03 按年上升6.12% 值得關注的是 本年度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 主要是由外出用線上調 蔬菜價格及住屋租金上升大動 這些生活的必需品價格之高額 但食品價格及租金的持續上升 必然對居民的生活開支造成負擔 使居民的生活無法得到真正的改善 早已成為了居民所救病 一般來說 大家都只是認為 只有收入有限的居民才會節衣縮食 也只有一眾的家庭主婦 才會穿過大小的超市及街市 天天做格格專家 在用一分一毫之前 都會算過、度過 但是看回現時網絡上的網購、團購 以似換物風氣的盛行 甚至有些互不相識的精明媽媽 在網路上分享 淘汰哪一間藥房的料片便宜 台山哪一間超市 買BB清潔液、送禮物等等 以上的證明高通脹 令到市民的生活更為艱難 無論是基層大眾 以至中等收入的居民 都感到經濟的壓力 市民為了減省家庭的支出 都想盡辦法 開源節流 省得就省 針對本澳鮮活肉類 蔬菜價格等食品過高的問題 政府在2012年的6月 成立了跨部門的價格工作小組 但是工作小組 自從在2012年的9月11日 發佈了罐頭價格調查資料之後 至今一直都沒有其他的消息對外公佈 令居民對食品價格工作小組的職能 存在質疑 因此期望當局撤發評議物價 決心禁止聯合定價及控台物價 托闊商品的輸入渠道 以及開放批發市場 另一方面 近年本澳的樓價持續高企 以及外顧對租任市場 對租任住宅的需求 一大等一系列的原因 導致住宅的租金持續高企 另外本澳的商鋪租金連連上升 居民和中小企叫苦連天 有意見認為 應該透過收法加強對租任市場的規管 等到租任市場可以健康地發展 回顧統計期保查局2009年至2013年的消費物價指數 可預期每年年尾的物價指數普遍都會呈上升的趨勢 因此本人促請政府在明年的施政報告中 應全力協助居民擴通帳 以緩解生活的壓力 有助舒緩的措施 除了是充分照顧到低收入的弱勢家庭之外 也都要顧及中等收入家庭的需要 盡量去保護各階層市民的生活質素 不會因為受到影響 特區政府必須採取有效的 舒解民困的措施 穩定人心 維護社會的和諧 分享社會的成果 故此本人認為特區政府在來年的施政中 應該繼續延續現金的分享 電費補貼 低收入人士的工作收入津貼 徑勞金的發放 以及各項稅務減免等措施 更適應地調高職業稅的免稅額的起身點 建議政府適當地提高三類弱勢家庭的援助 及參考經濟增長率 居民收入中位數 消費物價指數等指標 建立更科學合理的最低維生指數的調節機制 以及時回應弱勢家庭的生活困難 為了支援中等收入家庭的居民 當局應該引入更廣的稅務寬減政策 例如公養長者 未成年子女和自住物業的貸款利息 同時政府也都應該充分發揮 跨部門食品價格工作小組的作用 加快立法打擊不規範的食品流通行為 嚴格監管民生必需品的價格 打破壟斷商品及加快減慢的不合理現象 最後期望當局適時地檢討本澳的租務法律 使得住宅及商店的租金能夠維持在一個 健康合理的水平升幅 多謝各位 在華盛頓中